一、二、一、二 大家好,我們是水尢水報 今天想看部好影集嗎? 自從改編自同名小說的《冰與火之歌》波比以來 全世界的影迷都不斷地探問 到底什麼時候下一部同時具備了 龐大的世界觀、迷人的角色、極為精良的製作水準 令人秉襲的劇情轉折 甚至是毫無遮掩的情欲與血腥場面的史詩影集才會再次出現 而在看了由FX製作、Disney Plus上獨家播出的《幕府將軍》之後 我認為它就是大家等待已久的《英與刀之歌》 《幕府將軍》一共有10集 在上週首播兩集之後,會在每週二播出一集 這部影集改編自已故作家詹姆士·克拉維爾的經典同名著作 故事敘述,在西元1600年代的日本 一位來自英國的航海員John Blackthorne來到封建的日本海岸之後 被捲入了一場橫掃整個國家的權力鬥爭中 而他不只必須要在這個語言、文化和信仰 都和自己天差地遠的異鄉生存 還要試圖找到屬於自己的一席之地 今天的節目我們首先會介紹影集的亮點 接著則會用四條主要劇情線的方式來討論這部影集 分別是《日本歷史線》、《世界歷史線》、《幕府將軍線》和《感情線》 而今天的內容主要只會根據前兩集發生的精彩事件 不用擔心會被爆雷喔! 雖然《幕府將軍》是由美國團隊所製作 但影集裡的每一個細節都呈現了日本文化中對於完美的追求 從宏偉的場景到考舊的服飾,從細緻的道具到精彩的動作場面 在精準的同時不失優雅,不只在視覺上是個享受 更讓我們身歷其境地感受到男主角所經歷的文化衝擊 進一步地加深了影集想要探討的議題 舉例來說,日本人擁有極強的自律與社會規範 從吃飯到工作,從軍臣到夫妻 每一件事都有著必須遵守的步驟 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位置,就連庭園裡的石頭都不例外 這看在被日本人稱呼為暗征的英國水手Blackthorn的眼中 一開始是不懂變通的固執 但他漸漸地卻感受到了這個封建社會的複雜和細膩之處 而他的心境轉折不只推動了劇情 更替影集增添了不同層次的深度 但也因為雙方有文化上的差異 時不時會出現一些令人會心一笑的幽默場景 這些女人可以幫你準備好你的泡沫 兩泡沫一星期 但你想我把泡沫抓住嗎? 幕府將軍的故事敘述 統治全國的泰戈過世之後 幾位攝政大臣為了爭奪權力 聯手對付最具威脅的大明 也就是以德川家康為原型的吉井胡勇 但除了內部的鬥爭之外 來自海外的天主教與新教 同樣為了爭奪政府的支持以及民間的信眾而互相競爭 加上陷入其中的男男女女對於自身的探索與掙扎 整部影集從幾個不同的角度 重現了這段相當重要的歷史 幕府將軍證明了即使在這個影視內容泛濫了現在 還是有可能創作出既欲教又娛樂 能夠觸動人心的史詩級影集 至於本片的卡斯更是相當驚人 除了由身兼兼制的鎮田廣之丹剛吉井胡勇之外 時常在好萊塢出現的前野中性的戲份也相當吃重 至於全片的靈魂人物暗真 則是由《御血黑幫》中的克斯莫·賈維斯所飾演 他將暗真從徬徨無助到後來的義無反顧詮釋得非常好 加上時不時會出現劉姥姥進大觀園的那種反差 意外地調和了影集的氛圍 而穿插在一眾男性角色之間的 有幾位古裝扮相特別有韻味的女演員 除了由最近在柏青哥與君主計畫中大放異彩的 澤錦興奈出演女主角之外 還有二階堂赴美與碎智蒙香等人 她們的出場與活躍,絕對會讓你眼睛一亮! 《木斧將軍》的故事發生在17世紀的日本 而因為靈感來自於真實歷史 劇中許多角色和情節都有對應的原型人物或是事件 首先,在影集故事開始的數十年前 知名的大名知田信長,也就是影集中沒有露面的黑田大人 遭到了家臣明治光秀背叛而身亡 他的手下豐臣秀吉,繼承了信長的儀式 成功地統一了日本,並受封泰格的職位 也一手建立起大阪城 泰格病失之前,在任命的手下五名諸侯 組成了攝政品議會,合稱五大佬 在他死後輔佐尚未成年的繼承人 當時五大佬中實力最強的德川家康 也就是影集中的吉井胡勇 可想而知成為了其他人的眼中丁 其餘的四位大佬由十天三成,也就是影集中的石堂大人為首 無所不用其極地想要除掉他 也試圖籠絡效忠德川家康的伊豆領主,也就是堅目守眾 另一方面,女主角橘子,在歷史上的原型 正是明治光秀的女兒明治玉 在背叛信長之前,明治一家是相當受到敬重的貴族 但在那之後,不只明治一家遭到泰格的殲滅 僅存的女兒也被迫經歷逃亡以及鄙視 直到接觸了天主教的信仰才得到救贖 但還是得要忍受丈夫因為心結而產生的隔閡 另外,影集裡設定橘子與黑田大人的女兒 也就是泰格繼承人的生母洛葉夫人,是從小一起長大的晚伴 但橘子的父親背叛了洛葉的父親,也導致兩人從此決裂 雖然當時日本正處於動盪的戰國末期 但在島上爭權奪利的不只有本地的勢力 在15世紀末,葡萄牙與西班牙陸續發現了新大陸 為了避免衝突,兩國相約平分新發現的土地 而根據影集中的敘述,當時除了貨物之外 葡萄牙也將天主教引進了日本 並靠著與日本的貿易和傳教得到了極為龐大的利益 部分的大明發現,有了天主教的加持 他們不只也能分一杯羹 更能夠透過宗教控制人民 因此甚至有領主自願成為天主教徒 但同一時間在歐洲,有一些國家的教會 因為不滿天主教的做法,開始尋求宗教改革 其中又以英國國王亨利八世帶領當地教會脫離天主教會 成立了新教聖功會最具代表性 此外,在影集中也曾經透露 葡萄牙人利用在澳門建立的基地運送軍火 並僱用了來自日本的浪人從中作梗 暗示導致日本在侵略朝鮮的人城之戰中落敗 不僅如此,影集也呈現了葡萄牙的終極目標 是要用天主教會的系統來取代原本的政府 而男主角John Blackthorne就是受到了新教代表人物 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一世的命令 率領載滿了武器的五艘船出海尋找日本 目的是要摧毀葡萄牙人在日本的勢力並且取而代之 對了,在觀影的過程中 我們意外發現片頭的短片也呼應了來自世界各地勢力的對譯 不僅也聯想到冰與火之歌的經典開展短片 事實上John Blackthorne在歷史上是真有其人的 原來他的原型是一位叫做William Adams的英國人 歷史記載他的確是在17世紀初來到日本 後來輾轉成為了德川家康的家臣 還被賜予一個日本名字三浦暗真 意思是三浦半島的領航員 而影集的前兩集我們就看到暗真與胡勇相會 揭露了葡萄牙人的陰謀之後 兩人開始明白對方將會對自己的命運造成極大的影響 因為當時的胡勇也就是德川家康 雖然貴為五大佬之一 但卻受到了另外四位設政大臣的圍攻 不只面臨了彈劾,他的手下也密謀要出賣他 原本只是想要全身而退的胡勇 在得知了葡萄牙人的真正目的之後 讓他更為堅決地要對抗另外四位大臣 而具備了航海與軍事能力的暗真 就成為了他最有力的盟友 在影集中我們曾經多次看見胡勇想起了他的成長過程 出生自名門世家的他從小就被當成籌碼 在不同的勢力中以人質的身份不斷被轉手 也得要在敵對的勢力中試圖生存 這段經歷雖然坎坷,卻也培養了他的政治手段與策略能力 胡勇也就是家康,十分懂得利用人際關係和外交手段 更具備了無比的耐心,讓他在困境之中依舊能夠保持冷靜 讓對手慢慢露出破綻 根據歷史記載,德川家康最後會在官員之戰中與時間三成決一死戰 最終成為了統一日本的幕府將軍 而影集也會詳細地描繪他在這段時間的心路歷程 在針田廣之的精湛詮釋之下,我們將見證這位偉大領袖的崛起 聽了以上的介紹,或許你會認為幕府將軍是一部沉重的歷史影集 但如同我們前面提到的,這部影集找來了許多十分優秀的演員 加上編劇的深度刻畫,呈現出了許多極具魅力的角色 尤其是故事中的幾位女性,更是透過了她們的軟實力 替這個壯闊的戰國世界增添了不少色彩 或許在當時封建的社會氛圍裡,這些女性們無法控制自己的命運 但她們的感受和抉擇,卻依舊成為了推動故事發展的關鍵 無論是與丈夫疏離的橘子,被當作籌碼的落葉夫人 還是丈夫與孩子為了家族榮耀而死的藤 不只每一次的出場都成為了目光焦點 更讓觀眾們因為她們的脆弱和任性而動容 雖然因為不想爆雷而不能說太多 但我可以跟你保證,這些女性角色們到了影集的後期 將發揮極為重要的作用 而且你會不由自主地愛上每一個角色 看完了今天的節目 你是不是迫不及待地想要去追這部影集了呢? 《幕府將軍》一共有10集 現在已經播出到了第三集,每週二會更新一集 現在就快點到DC Plus上去追這部我們大推的史詩神劇吧!